衣服量在屋内吗 当心慢性中毒了 消息会警告 洗衣经里头添加的芳香剂呢 它在密闭的空间当中氧化之后 常洗吸入人体 容易造成鼻子过敏 甚至会有致癌的风险 沿着客厅栏杆 甚至是浴室内 只要有空间的地方 全挂满了衣服 台湾天气潮湿 不少人都喜欢关上门窗 把衣服晒干 一名30岁的女子 半年来就是这样 造成废功能老化 环保专家在他的房内 发现大量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超过环保署 室内空气标准27.5倍 洗衣经跟柔软经 是含有所谓的界面活性剂 以及这种化学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那么这会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温度高 它就会渐渐的挥发出来 简单做个实验 这些标榜有花香 柠檬精油的洗衣经 放进密闭的塑胶袋内 里头的芳香剂一旦经过氧化 就会变成有毒气体甲醛 长期吸入不但容易引发过敏 甚至有致癌的风险 87.1马上破表 这是PPM 这只要超过50就破表 VOC里面很多的成分 直接是造成你腹气道肺癌 所以室外通风晒衣服最健康 不得已在室内晾衣服 也要记得打开门窗 减少毒气伤身 记者尼亚江竹祥台北报 请不吝点赞 来自身颗保守